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又是向左网的时间,首先多谢跟我们做首语翻译的类似 我碰到他,他一直走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赶上来 由此可知香港打工仔很大件事,现在已经是7点了 我不算,我不是打工仔 打工仔大件事,又一年又是特首施政报告 我在立法会走出来,我现在搬去立法会的新大楼 还是灯光火着,热火朝天,在赶工 就是为了迎接这个特首来做施政报告 就是为了一个人,要他任来到一个新建立法会的会议厅 说几句话,在发表一篇又长又臭的扎脚报 最多就是说福建居屋,好像说五千 就满堂彩升了,至于立法会搞不搞定呢?不知 工人赶工是否危险?不知 这个很充分地说明了,政府的职能 其实政府是什么呢?政府就是 一班人统治另一班人的工具 在香港就有我们这个千二百百人选的特首 凌鸡于我们的立法会,他说了事 所以其实很简单,他跟立法会说 我要来演讲,我们就全部为他开绿灯 我真是头神拜佛都希望不会出事 不会有老鼠出来尋一下油 又不会禁锁又不行,投票又不行 不单止你看到在香港非常离谱 不单止在事实上,基本法里面 所谓立法会监督政府的施政等于废话 不单止因为我们的职权是有限 根本监督很难,更加是由于 这个我们的立法会有一半的议员 是由小圈子选举的,是否事于操纵 实际上就废了武功,所以现在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 为了特首出巡,赶工 为了特首出巡,不理立法会的运作 为了特首出巡,宁愿给这麽多加班费 不顾工人的健康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香港似是似地的社交 还要这样,假假地基本法都说 我们是唯一一个监察政府的组织一三权分立 其中一个团体,但立法会又是政府施捨的 起给你的,立法会何时开,用甚麽又是政府去说事 在精神上,在法制上已经是这样,在这个区体上 在物理的存在上也是这样,你看看,一走过去 你看到一个很棺材的东西就是特首办公室 就是政府总部,再走过一些有个立法会的总部 在这个建筑群裏面好像一个晚良之子 什麽叫晚良之子呢?就是说好像妾侍仔 被人歧视,是吧? 讲起这件事,现在不单止是那些 由小院子选举出来的政府不受人尊重 现在连选出来的都不受人尊重 这就是今天我开讲的第一个题目就叫做华尔街 Wall Street 大家都知道,在三年前我昨晚去喝 为何去喝呢?结婚 是雷曼虎主三周年大聚餐 你想想,眨眼过了三年,雷曼虎主颠配流离 被人指手画脚,平头稳足,输打赢要 被骗术资本主义隔空骗了他们的钱 三年了,但现在,原来三年之后的灾难都未完 在这个全球性金融禽流感的源头 这只英,美国是英做国徽的 这个华尔街是一只托英,周围将 用所谓投资银行的名义周围去掠夺三年了 给了这么多钱,杀了雷曼救高盛 又给了四万亿去救市 再有其他东西量化宽松去救都救不到 终于美国人民想想想都不对路了 再这样等下去不行 终于发起了所谓 Occupy Wall Street Campaign 即是占据华尔街 这个占据华尔街的运动越来越厉害 其实开始的时候不是太多人 亦有几百人被警察捉了 大家想想,我们在香港 跌一跌的马路就被人骂了 冲一冲下去的所谓咨询会场就被人骂了 现在这个美国的群众是定时定后责刑 定时定后去占据华尔街又怎样 不公义的事情 难道说一下就会改变 实际上 美国人希望奥巴马代表他落空了 奥巴马当选之后 不但不能够抵御各大财团对他的压迫更加被迫 也同意了削减一定的福利是用来换取 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同意 他的所谓注资令到美国的债券不至于降级 这个令到美国人想到百思不得其解 你看看美国现在发生的是什麽 你看看我们香港的政党 美国自称反对派政党做过什麽 美国反对派政党共和党当然空势凌例 不断咬奥巴马 但他为美国人做事真的没有 他现在就是为美国人上人做事 不是为美国人做事 美国人上人最有钱那一绝 所以少过1%的美国人的财富是多过50%人口的美国财富 他是拥有的财富 这个极端是不公平的制度 这个制度经过了三年注资 经过三年抢救 然后永远带出血 这个失业率一成 好了 现在美国人说够就够了 受够了 所以就发起了占据华尔街的运动 当然占据华尔街其中的象征 华尔街就是这条街 就是当年美国人在开股票市场、银行 这条路就是金路、金村之路 全部赚钱就在那里赚 美国应该在上面啪啪看有什麽刀 这期刀巴西 那期刀香港 这期刀欧猪 所以其实问题在于什麽呢 美国人自己都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亦都不能再寄望 一个他们选出来希望改变到金融寡头 垄断统治的美国的体制 由华尔街开始 洛杉矶、加州、圣地瓦哥 全国是这样做 这是一个很大的浪 这是令到奥巴马震惊的浪 奥巴马现在说什麽 我表达而已 难道你说在中东 搞这个末里花革命的人 就是对 在美国搞这个占据华尔街的人 是不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香港的民主派 尤其是民主派都要想一想 你见到群众一不听警察说 你第一时间走出去 不理 第二如果有什麽事就谴责群众 冲入咨询会场是不对的 我想问你如果香港人又要佔据中环 佔据银行街 佔据立法会 那你怎样想 你会否维护一个日日 由小军之操纵的政府和立法会的权威 所以其实问题是 你看看 此一时彼此 十五年何东十五年何西 当我们香港的所谓民主派第一政党 自称是长期做这个反对党的政党 在谴责香港一些群众 不满意香港特区政府的假咨询 不满意共产党指使这个特区政府 剝奪保选权的时候 人家的国家 一个民主党大赚的国家的群众都起来 所以在这方面我希望大家明白到 今日金融的危机是非常之严重 我也希望大家留意这个网上的消息 尤其是TV和其他的社会网站 因为应该不久将来 我相信会出现香港人 是占据银行街或占据中环的行动 实际上在香港来说 金融的垄断也不是始于今时 也不是始于今日 也实际上做了很久 我在这个节目讲过很多次 香港的金融资本的垄断 跟美国的形态可能不同 但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就是由银行家和一些累积了财富的大财团 是私商售售 操弄市场 操弄资本的供应 操弄整个生产的模式 就是这样的 很简单 你讲回华尔街之有这么大件事 华尔街之大件事 讲回头 在80年代初期 又是另外出了一个 美国的民主党总统 一个叫卡达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卡达在共和党的手里拿过政权 因为共和党多恒不宜 尼克逊在70年代初期 因为水门事件下台 下台之后 就由福德代替 福德不行 共和党的政策不行 没有办法统治下去 所以一个形象清新清廉 美国马英九 或者卡特 人家说他是农夫总统 其实不是的 农人总统不是的 农民总统不是的 因为他在做花生生意 做农农生意 农农生意 农业生意 当然大家不要以为 在美国做农业生意 就像我们中国的农夫 在纪某兽田一间 其实他是大企业 大生产 用集体 用机械化的流程 去做农业 2%的人口 已经能够养活了 2亿人还有农业的产品 输出 如果多了 大家都知道 在资本署的时代 宁愿抖牛奶落海 抖花生烧了 他也不会出口 不会令到价格降低 所以其实卡特虽然说 他是一个所谓农夫总统 其实是一个农业企业家 当然他跟那些 现在我们看到 在华尔街很威的那些人 没得比 他始终不能够赚钱 他始终都要通过生产去做 在这个问题上 今天奥巴马跟卡特非常相似 就是在共和党打完仗 搞坏了美国之后 找人出来赤了仗 卡特的命运做了四年 被布殊取替了 他当选84年 这个是列根 不好意思 列根当选了 大家想见列根是怎样呢 我说你打在YouTube 打Warner Reagan 你就不单止看到政客列根 也看到明星列根 明星列根就是他在战后 曾经在荷里活做过明星 又做过主角又做过配角 而做配角为主 列根有何好呢 列根就是极有的代表 列根唯一是演员 演员就是演戏 所以他说的话 如果你写一篇讲词给他 他真的非常感人 他实际上演说非常好 他提出的是 其实我们要抵御共产党 抵御社会主义潮流 第一他实施了强硬的外交政策 就是当时在80年代 美国在越战撤退之后 国力大伤 拉丁美洲南美洲 就有一股革命浪潮 我们知道尼加拉瓜 在桑地洛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之下 是夺取了政权 而这个引起了加勒比海一些国家 甚至是赌兰纳特 或者萨尔雅多的响应 那列根做甚麽呢 列根就是很强硬 但是立即派遣军队介入 在越战打完之后 派遣军队介入南美洲的内战 即是说獨裁者对民众的战争 那么尼加拉瓜阻不住 尼加拉瓜阻不住 在撒尔雅多派兵 阻止革命军的前进 终于令到那场的内战 是没办法赢 这个群众的力量没办法赢 那加勒纳特更加尼泊 一旦冲进去解放加勒纳特 因为古巴是知加勒纳特 但是古巴的国力不够被国打 而为了要围堵在全球的反卫力量 他亦都要对付1979年的伊朗革命 伊朗发生的是什么 就是长期由美国去支撑的巴列维 这个王朝被推翻 美国利益受损 那列根做什么呢 和戴卓尔夫人一批 戴卓尔夫人在英国 趁着英国的群众厌户工党之下的工会官僚 是没办法做到事 也没办法带领他们去进行社会的改革 就是将港口下台 这个太盛一上台和列根就好像两夫妇 因为大家都讲英语 也大家都意识不太相近 就是要用强而有力的方法 阻止由于资本主义造成的矛盾 而衍生出来的社会的抗争 或者改革甚至革命 强力的介入 为了对付伊朗 他又鼓励伊拉 和伊朗打了一场八年长的两伊战争 你看看 其实美国佬只是为他所用 当他要对付一个极端反对美国 在中东的垄断的伊朗政权的时候 他不惜同一个在未来 即是我们看到在八十年代之后 隔了大约十几年被指责为一个最危险的战争 狂人的侯蔡恩 他就资助侯蔡恩去打伊朗 实际上也有所谓大炮门的事件 就是说美国和英国合谋将一些 长程的炮口那么阔的炮 卖给伊朗克 而买了钱干什么呢 因为当时禁运 不准卖 或者转给尼加拉瓜的冠军 去颠覆尼加拉瓜的革命政权 这段历史讲了这么久干什么呢 在军事上外交上固然是明框框 去干涉他国内政明框框 去保护美国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利益 而实际上在经济上 他有内政都有 做什么呢 就是粉碎工会 将工会当为一个 就像现在特区政府那样洗脑 就是说这个泛民是坏人来的 这个长毛是坏人来的 工会或者工人加交组织 或者一些反对资本主义的剝削 反对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的组织一轮抹黑 最主要打击的就是工会运动 在英国就看到 就是当戴翠逸赢了大选之后 一连串 在这个抗工大罢工 移到其他印刷工人罢工 这个政府的雇员罢工 他在这里坐在铁环的政策 他又怎样呢 就是镇压罢工 然后修改这个法例 不准别人大规模地在这个罢工那里 发动大量的人去资源 因为批击庭就是说 很多人看到电视罢工的时候 拿着牌的批击庭就是说 我支持你 还有是客人那些 劝那些想上班的工人 不要上班 我去到英国参加过一次的 这些支援性的罢工 批击庭 是每个人六人一组 是不是很离谱 在戴翠逸打败了工会之后 他们就开始了 减薪工 或者长期不加薪工 或者是不加薪工之外 还要令到你做多些时间 工事 削减社会福利 都做完了 令到资本主义 里面 两个就是一个国家机 或者政府 可以减轻负担 是吧 有钱人不用付那么多税 可以有减税的空间 另一个就是 就是将所谓以前的对市场的规管 就是 规管市场的法则 不可以垄断 不可以随便买卖 不可以做这样 不可以反竞争 又不可以随便合拼 这些全部都保 所以在列根之下 我们看到一个状况就是 美国的金融寡头 或者全社会里面 博航国内的寡头迅速得了 这个就是说 他这样做 列根这样做 戴卓尔这样做 就是令到 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大战期间 大家觉得一个 壟断型的经济 其实是很危险的 他觉得不用了 现在 这个 以练之后 就 我们看到了 拼购非常大 那你就容许了 大吃小 黑吃黑 大大吃中大 中大吃小大 小大吃大中 这样一直吃下去 今天我们看到的 结果就是这件事 就是说 列根当了症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 黑林顿 没有办法反抗 这件事 都布殊的时候 就总其成 就由格林斯潘去做 就是令到整个市场的垄断很快 第二就是说 对于金融机构 对于其他大企业的合併 或者做一些不务正业的事情 是小规管 这个就是 所谓投资银行的兴起 就是说 有一间银行 是纯粹投资的 意思就是说 你会做到一个恐武有力的大策 或者一个黑社会 周围去找着素 周围去收入场费 周围去开赌场 开记载一样 所以说 当这个美国可以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在其他的部署就不同了 就是说它也都令到这个世界市场的所谓贸易的壁垂越来越少 因为如果其他国家有主权的话 如果保护自己的经济 或者保护自己的市场的话 美国很难去 所以美国或英国在那段的时候就是说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令到全世界工人赚少了钱 令到全世界的有钱人由于减税多了钱 由于工事长了工资少了又赚多了钱 这个贫富源时开始 还有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呢 当第二世界大战之后 很多国家采立了一个方法就是说 将一些公共事业或大戚国有化了 令到这些壟断是不会变成了私人去掠夺财富的手段 是由这个国家去管 他又将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又将私有化 对于工营部门的工人又用外判、合约 令到他们的职业更加无保障 令到退休更加无保障 工资无保障 因为如果在一个这么大的劳工市场里面 有一部分有议价能力的人 是突然间变成了无议价能力的时候 当然工资向下跌 由于这些原本掌握在政府的资源和资本 突然间释放了出来 便宜了给私人企业的时候 当然是有八利而无一害 无论是在劳动力的价格、劳资关系 以至到资本的合併 以至到金融机构造成的一个合併的方便 再在都令到美国可以用这个泡沫经济继续下去 而另一方面因为其他世界的币值是向下跌 因为美国是一个经济中心 很多人又要卖东西给他 你卖东西给他的时候 美金变成一种最主要的货币的时候 它向高升的时候 即是换言之 它跟其他国家 尤其是外国家的交换贸易 所以美国是享受了什么呢 即使人工低 但有很多廉价的消费品 好像中国那样做很多廉价的消费品 去给美国人用 美国的工人即使工资不升得太高 或者中产阶级都享受到这种好处 但问题是不暴力大 当你向全世界剥削 或者在全世界整个泡沫经济的时候 即是说还有什么要爆 这个就是所谓1987年出现过一次的Black Monday 即是股灾 然后再在九十年代又出现一次 亚洲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接着再出现最近这次的金融海啸 其实你看到整个问题就是在于 财富很迅速 是向一小撮的人涌断 全球化 即是说电脑技术的革生 以至到交通运输的革生 或者保障其他落后国家的一些规定都没了之后 便变成了一个泡沫越催越大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很简单 现在还有一部分还未说的就是中国和苏联 由于苏东坡效应 由于共产党在八九民运之后 觉得继续这样统治下去 继续骗人民是不行的 又将它自己以前控制的资源、资金 以至到市场开放 这个资本主义由这个八十年代到这个一零年代 虽然间的发展不可以说是一帆封信征上 但是为数不少的国家 譬如现在好像工业七大国家集团 八大国家集团 其实一直都在这儿 好像吸热鬼和放桂里一样 不停地赚到钱 这个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建立的过程 当然在后期 当上世纪末之后 WTO进一步扩阔 世界市场的壁垒 无论是贸易的壁垒 或者金融交换 金融资本的网流非常迅速 所以变成以前我们说 华尔街感冒全世界打痴 现在不是的了 现在华尔街咳一声 全世界都肺炎了 现在局部慢慢变成肺癌 现在包括连华尔街本身都出现肺癌的时候 那是否变成了淋巴 向全身抗散 欧洲建立欧盟市场 其实都是为了这样做准备 欧洲这些国家看到美国鱼狼伺虎 和英国鱼狼伺虎 它自己都要这样做 它就是要建立一个欧元区 建立一个欧盟 去保障欧洲市场 另外作为一个整体 将欧洲主要的工业国组成一个集团 在这个过程中 是英法得益的 因为这个马城协议 马城协议 在80年代尾开始说要做 到90年代中做了欧元区 欧盟出来之后 最主要得益的就是 德国可以透过欧元区的建立 令到它的货品无关税 令到它在欧元造成的通货膨胀之下 是得到通货膨胀的大部分 虽然表面上它要注资去帮那些新兴国家 譬如现在欧洲、比国、爱尔兰、西班牙、希腊 都受益的 表面上 因为当建立欧盟的时候 德法两国是透过政府和金融机构 注资到养肥这些人 才去刀这些生蛋的金 才去刀这些金鹅 如果你不刀你就是生蛋的 如果有什么事就刀你 现在有事就刀你 所以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 欧债的危机 得益固然是有其他财团 但是德国 你看到它输出的货品 以至金融资本的输出 即是借贷出去给欧珠、北国去买回货品 然后再收他们的息 收他们的本 真是等于大疑洞 所以你看到整个世界就是 美国实行了 欧洲又准备做了这些 亚洲、日本的抹落 令到其他亚洲国家有发展的机会 中国就成为一个 在过去来说 过去的20年 透过一党专制 去掠夺 全国人民以前创造 或者一直在创造的财富和资源 是崛起了 顶足而立 所以其实 无论怎样说也好 中国作为一个 经济的实体 都大落后于欧盟 和美国、英国、加拿大 如果三个集权都会变成其他人最落后 所以其实中国 出现经济危机的机会 不是小的 因为你想想 如果美国是不行的 那你还可以投资 去买欧元的资产 或者买欧元 或者是将货书去欧洲 顶住 现在欧美不举 不振 那你中国怎样做呢 其实实际的问题也是一样 当欧美自己本身 厚烂着火的时候 唯一的做法就是 将它在海外的资金抽回去 你抽回去的时候 不要忘记我们现在 这个中国经济繁明 就是用一个人民币 定期持续升值的概念 很简单就是说 你今天买一元人民币 第二天可能会涨到变过疑 所以大部分的人 等于是高息去吸入 外国投资一样 而这个效应就是 第一就是说 很多外国的商家 是其实手里面有人民币 这些人民币是购买的 它会在中国购买中国的资产 第一 第二就是说 它在投资的过程里面 它是将中国的廉价努力 和廉价的资源用到尽 第三 当有一天它的经济危机 这些本购买危机 是发生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一个 call back 就是recall 拿回钱回来 在中国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 非常大的打击 第一 如果西方英美的资本财团 在中国拿回钱回来的时候 它一定是 要用一个方法 就是变卖它的资产 这个会形成 中国的资产又根据市场的关系 是向下跌 中共本身有没有能力去承受 这个浪潮 这个是此其一 第二就是说 当它们没有钱去买中国的产品的时候 中国以出口道向为基础的产业 一定是崩溃的 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温州危机的原因 因为最基本的就是这里 所以我们一看就说 华尔街这个现象 只不过是最后的现象 因为欧洲的群众上街 反对政府缩减的缩减政策 即缩减社会福利的政策 反对这个政府强制性要减工无形的人工 令到公司向下跌的政策 已经由来而救 打了很久 是不是 亦都看到欧洲的政治的变换是非常频繁 有时是极左有时极右 总之没有一个政党是获得大多数人的信心 而美国只不过是接连着欧洲的危机 当然我们看到 表面上就是华尔街 这个骗术资本主义的崩溃 令到欧洲大件事 但欧洲本身最基本的因素其实都是一样 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欧洲现在债务深重的国家 欧洲六国、十国、八国 大部分玩财技 都是由美国人去教他玩的 即高盛、IMF、World Bank等 那些退休的人 走去靠他们怎样做 怎样将债务搬来搬去 搬到你找不到他的债务 然后继续骗更加多的贷款来继续揮霍 你看到这个整个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现在的问题就是 当欧洲发生的反抗又发生在美国的时候 当然会进一步震撼美国整个制度 也会令到美国的政治的冲突 社会的冲突 是火上加入 或者更加明显地表达出来 以这个群众运动的浪潮出现的时候 即是说整个美国甚至是受美国影响的英语区 也都会出现相类似的情况 这个对拉丁美洲的一些政府来说 也是一个震撼性 因为如果美国有事的话 他的后院就是南美洲 我们叫拉丁美洲 或者是加拿大和他 小时候和他已经签订了贸易协定 造成一个更加大的经济区 一定是首当其冲 即是说这个群众运动作为力量 去反对政府和财团 将经济危机的惡果转嫁给他们 用这个通货膨胀的方法 更进一步向它掠夺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的转变 这个资本主义对比的转变 就更加令到他们原本已经是没有用的药 即是说给钱有钱人去发达 救回他们 然后希望他们食剩的厨余 益倒窮人的方法更加难 所以我们观察这个问题 就是华尔街的现象 是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现象 就是在美国的中心 即是帝国主义 或者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心 已经出现了一个抗争 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会怎样 因为我们如果将世界粗略分三个区 亚洲的东南亚 东亚大动的经济繁明 包括中国在内的繁明 会不会受冲击 那些会很显然受冲击 因为这些国家里面 出口又有问题 美元的资产又会产生贬值的问题 他们自己靠这些对外输出和金融投机 造成的抗予经济又有问题 所以大家要想一想 就是说香港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是和大陆有关 我这个讲了很多次 就是大陆整个由一党专制控制下的 这个国家垄断资本署 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 香港前会变 在这个问题上 香港人是有角色的 除了我说如果有这个 占据中外银行家的运动 大家有参加此外 其实在这个施政报告要来的时候 我都希望民间有一个联合阵线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能够提出一些抗衡 这个泡沫经济爆破 而造成对低下阶层的生活的伤害 对打工子女的更加大的剝削 我觉得这是非常之重要 而这个做法 我相信是必然会令到 现在表面上的和谐更加不和谐 因为很简单 当我们在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超高增长期间 我们是受惠于泡沫经济 但当受惠于泡沫经济的时候 那些泡沫是太大了 我们民间基层那些泡沫都未舔到的时候 一次经济危机又瓶了瓶了 不够一袋 这就是我们在经济繁盈的时候 无影无踪 在经济衰退的时候首当其冲 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香港人 这么不满意政府的事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好的时候 对他们有什么好 坏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要首当其冲 这个是一个关键 其实所谓普选的问题 民主的问题 或者是反对党的定位的问题 其实都是同一样 他们自不然就会对民主更深的体会 即是说不是纯粹是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 固然政治制度最起码的改革是必须的 否则所有都是废话 但是你会看到这个改革的迫切性 你要看到群众明白这种改革的迫切性 一定是要和群众一起 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 对所有的窮人和大公仔的掠夺和剥削里面 你要站在哪里 在今天的香港的反对派运动里面 我们看到民主党最先前失手 其实他的说法很简单 就是我大致上同意共产党的十一十二五计划 我觉得香港应该建立一个金融中心 我又贊成政府是要将一些社会福利 社会责任不可以背上身 我又贊成这个领会上市 我又贊成这个向公务人员和公务人员 有些要停止他们加薪的趋势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当我们香港的泛民主派为名的反对派 是要说服香港群众 即是在未来区域说什么的时候就很清楚 但很不幸 这个民主党已经率先踢公民党的屁股 就是说在这个所谓外傭应不应该有权去申请居留权上面 这个民主党和全世界的极有政党一定是站在一线的 就是说这些人是坏人 不应该让他们在这儿 这些人是没有贡献的 这些人如果一旦有一个做人的权力 一定是做坏人 一定是做一个懒人 这个根本完全都不通的 不讲情理的 因为在这个外傭的案件里面 其实讲来讲的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基本法规定的一些权利 即是说居港七年之后 有权是去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权利 是被这个入境署的条例里面的一条 就是说外傭无论做多久都不可以申请 现在只是拿回申请权而已 这个申请权就算是有 而这个法院判了入境署相关的规定 条例是违宪的话 都不见得世界末日 第一就是说非融也好 印融也好 他们是首先要证明是他们以香港为家 他意思是说他不能够在他的原居地 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有婚姻关系 第二就是说他要证明自己是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老实说外傭 在香港赚这么低的人工 要依赖这个雇主去提供居所 规定在居所居住 如何证明自己养自己 如果自己养不到自己的时候 他又如何证明他有能力养他的家属 所以你说他会申请做了香港人之后 叫所有人来吃宫门 这根本就无可能 你民主党有没有这样的胆量去说 当年当这个业楼上来说 居港权如果有就有167万的人进来 我们当时就说他为你吹水 今天民主党去了哪呢 今天为何好像谴责我所谓暴力冲入会场那里 当你自己应该是你的朋友 还在争持的时候 你会在背后插他刀 这个值得大家心事 在香港的政治里面 议会政治里面 区议会作为一个没有实权 没有实权的组织 没有财权的组织 实际上为群众做到的事情是很有残的 如果你民主党想在这个市坑那里去沾满城市 再变成一条更加大的市重 即是说去享受你自己和共产党 苟合而定出来的超级区议方案的时候 你自然不然就会这样堵入面池干 将自己以前训奉的东西提倡过的东西 无论真心假意当放在楼面 而其他人像以前那样跟你一齐秉持的观念 他在秉持的时候当然是踢他的屁股 所以其实在这点上 所谓向左网的讲的一件事 就是民主运动的动力是来于什么呢 是来于左派提倡的更加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 更加公平的社会权力分配 是否又不是呢? 纯粹的民主主席已经不行了 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自由民主派的话 你是以保障自由包括剝削的自由为基本 而用一个法治的方法去规定下来 所以你需要一个民主的制度 而社会民主派就不是了 既然现在我们人的社会是有一个更加好的发展 我们提倡更加公平的社会资源和财产分配的时候 这个民主的制度就是做这个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定要尊重自由 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 最后用法治的方法来保障 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要谨记的 大家记住 当你知道有包围中环 占据中环占据华语家的活动的时候 请你去参与 我一定会和大家一起的 今天向左望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